各位朋友 决定不承认的 在台湾呢 也有像我们这种遗老吗 也不承认啊 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大中国 那问题是当我们这种人越来越少 就是将来呢 是不是两岸怎么解决啊 而且在世界的趋势 他都说我们承认一中 暗地理吗 让台湾这个跟大陆做导弹吗 因为一导弹的大陆 可能的各种的实力就会减弱 因为假如要各种战争行为的话 都是一个消耗成本的一个啊 那台湾要不要这样子呢 就跟乌克兰一样 那当然有人说我们为了主权 这个主权是非常重要的 那问题是我们退到台湾的时候 就是这个争取大陆 对大陆的主权啊 现在台湾主动放弃了 因为看起来是打也打不过啊 怎么精神上也没有这种 各种政治新民啊 民主啊 这个台湾自己说是号称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里面很多问题啊 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像瑞士一样的 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号召力嘛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蚕豆 那现在一个少数总统啊 他在国庆的时候 当讲话嘛 再度的强调这种 因为讲起来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没统治过台湾嘛 可是问题是 他跟中华民国处在内战的状况 你怎么办 现在你不成是内战 人家还是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实际 既然承认一中 也就是代表你是一个 中国内部事务啊 所以这个死胡同啊 走不出来 那同时我们这种遗老啦 有很多对中华民国那个国企 爱国企啦 唱国歌啦 都是非常激动啦 我也曾经经过这个阶段 我们那时候刚刚留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讲了一点 这个在美国还是势力很大啊 各种的集会啦 干什么的 都是有那种很感动的感觉 那现在年纪大了 就也不怎么感动了 因为我们自己这种人里面也有人啊 这个非常这个感态的啊 这个对这个我们的国家什么的 那实际上现在台湾 台湾中华民国变成一个代名词嘛 像这个赖清德他在演讲的时候 提了八次中国民国 十次台湾 好像几次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 反正讲了一点啊 就是很多很多问题啦 那外交上也走不出去 怎么样子的 到底这种有志气的人 还能撑多久啊 那让大家到达什么境界啊 你看他这个光是中华民国 哎呀比蔡英文多了两次 好像就很高兴啊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表面上 结果我们我们那边今天白日满地红的 也是民国十七年 1928年开始有的啊 我在想啊 那之前用五色旗的人 是不是也很难过啊 我们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啊 一个国民改的一个国 国旗搞了 那我们应该是效法欧洲吗 什么法国的地级共和地级共和 共和这样子吧 那台湾一直说 这个我是觉得并不看好 而且呢很多政治人物拿这个啊 这个得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啊 我这个就不是很看好 那这次呢 这个国庆典礼呢 也有几个特色啊 很有意思 第一个呢 因为立法院是国民党的嘛 就等于有反对势力啊 以前小英的时候 就完全是一党执政 现在是国民党呢 在立法院 韩国瑜在那边讲话 他是中华民国派的 对不对 那第三个党民众党呢 他们有八旗的立委啊 因为他们也获得了二三十的票啊 他们这些人出席了 那他们的党主席正在狱里面啊 所以是由那个黄国昌代表讲话 当然呢 他们这个白色民众党的就是说 讲了一点 我们别的不讲嘛 把台湾的各种的政治啊 立志啊 怎么弄好啊 台湾那么多闭案 都没有人管 那当然你说 不要急 慢慢来讲那点已经做了三十年了 还有一个就是马英九 他就没有参加这个聚会 因为他说这个参加这个就默许了赖英德啊 当然被岛内的大多数人批评啊 因为大多数人也不晓得这个到底为什么 反正觉得马英九是很奇怪的人 阿扁他明明是有罪啊 保外在就义 他居然第一次参加国庆的电影啊 我在想另外一个马英九也表示嘛 去参加这个跟他同台 坐在一块 他们都是前总统嘛 那个蔡英文跟陈水扁两个都坐在一块啊 这个 你又觉得是一团混沌 不晓得怎么回事 那大陆呢 当然是延迟的批评嘛 那还有一个谣言是说 中国要军演啊 现在好像还没有啊 不过之前就说 哎呀 因为赖清德这个大陆要给他一点言识 讲那点 我假如也是大陆领导人 我根本都不急于马上嘛 对不对 你这个这样我们就 我有别的跟他计划 你在经济啊 别的方面对台湾用力比这种 用武力啊 那药物扬威好多了 因为讲那一点 名声才是最重要的啊 好 今天诺贝尔的文学奖揭晓啊 日本人又很失望 那个春桑春树又没得到 他们看好的一些旅作家没有得到 结果是一个南韩的旅作家 叫韩江啊 他们的字都有一点 康 江他们叫康 他才53岁啊 也是很年轻的 他这个最有名的一本书啊 听说是叫做 素食者啊 就是Magetarian啊 因为你要得这个奖啊 一定要把你的 那个文学啊 要译成英文啊 才有 就因为还是英文主导嘛 所以这个 很多作家这方面 假如没有人努力的话 就很 很糟糕 我在想啊 那个很有名的万润南 这个诗人啊 最近也出书嘛 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名 诺贝尔文学奖啊 将来假如他们得到的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好 中国的股市呢 呃 像过山车一样 就是云霄飞车啦 我们这个各种 我也不晓得过山车 是大陆的名词 还是香港的名词 那台湾以前我们叫云霄飞车嘛 就是一下子升一下降啊 因为10月9号 它是大跌的3%还是什么 10月10号开 又涨啊 那大陆是有意的释出很多金钱啦 要扶持它 可是呢 你看到外面一讲啊 就跟以前这种 这种市场啊 很不稳定 那还有个报道是 大陆很多年轻人 看到有利可图吗 就纷纷进场 我都要警告这些人啊 在这种 大家 那个市场 大妈都去买股票的时候 你就最好要停在那边啊 那个讲那一点 真的少赚一点 又怎么样 你不要把自己的 新型户的赚来钱都赔掉啊 什么的啊 因为也许 你看它整个趋势上涨 可是你呢 搞不好就是 高买低卖啊 这个房地产也是一样 死地方有人活 活的地方有人死啊 那你这个完全 只是觉得搞大趋势 还有一个办法 当然就是 钱放到那边 你不要动 不要每天看啊 长期来讲 可能上涨是应该是 没有错的啊 好 看到以前 露的一些选举消息啊 川普在造势场所来 很多人穿着这个 汽车工人工会啊 支持他的 这个衬衫啊 什么的 这个穿这种衬衫是一个 各种的政治意识的一个表现啊 像这是民众 台湾的民众党 他们就每个人都穿着一个 功利正义啊 还是用英文啊 justice 正义 因为他们的党主席被关嘛 那这个 川普的这些支持者啊 说是骑士工人 媒体也很坏啊 大概媒体啊 我相信是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啊 所以对川普这些 这些瑕疵啊 就放大的报道啊 然后他们就 就去问啊 他们说没有啊 人家给我这个衣服 我就穿了 他们不是汽车工人啊 所以这个也是 我相信 这个政治上 大概都是类似的啊 以前川普不是很多 造势者 刚2016年吗 说都是付钱来的 结果呢 他居然也赢了啊 所以你说这个 川普这次会不会 立向立势啊 得胜 这个我们就等着看 那还有呢 这点确实啊 川普 马斯克 跟这个 Greening啊 就是那位众议员 他们对这个 飓风的 诊灾啊 批评有加 可是说 讲的都 不是事实啊 因为这个 讲了一点 在选举作战 那个方式嘛 啊 你政府这个 诊灾不好 而且这一次你看啊 最后就是在 佛罗里达 假如这位 共和党的州长啊 他这到底是 联邦的错 还是他的错啊 那不管怎么样呢 有一篇文章 把他们三个人的照片啊 这个 谣言制造者啊 我觉得马斯克 轮到今天啊 真的是让人 很 很晚期啊 他本来是 有这么样 这个突出的意见啊 干什么的 那个 就轮到这种地步啊 他也是想 媒体 对他 他自己有个最大的媒体啊 这个X平台 那 报纸呢 他真的是 对民众很帮忙啊 公布的 通货膨胀的指数啊 降了一点 变成2.4啊 我记得我在 访谈的时候 听说是 人家都说 通过到25%了 结果现在是 2.4% 可能是一个月啊 一个月 这样子的话 一年是不是 百分之4 我这个不太清楚 没有去查证啊 反正 看报纸的话 是降低的 对这个 对哈里斯当有利的 那这个 米尔顿啊 这个飓风啊 他这个一下子 看起来减弱了 真的是很少 过佛州 看起来 他有些 屋顶啊 被吹翻啊 各种这样 好像没有那么悲惨 当然很多人 缺水缺电啊 所以我想希望他赶快过去啊 不过他的风速 对人畜都有伤害 还有这个淹水啊 这个所以并不是说 他过后搞不好带来灾害 还更大都不一定啊 刚刚讲到马斯克啊 这个跟他消息有关 在前几天 他在巴西呢 又又获准了 这个能够用了 主要是他答应 他本来说 事不屈服 屈服啊 这个言论自由 结果他还是遵照那个政府的指示 所以巴西让他开了 所以你说这些 马斯克开头信誓旦旦 我们要言论自由 我们这个巴西压迫我们 结果呢 他为了 各种的利益啊 还是说 遵从规定啊 政府实际上 这个权力是非常大了 我们再怎么讲 他假如是有这种决定 你不遵从 就是自己找麻烦啊 还前几天啊 前几个月啊 就看到一个名词 叫做low information的接受者啊 就低讯息 就说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人啊 不喜欢看国际大事啊 或者政治上的事情 因为就是活在自己 实际上大多数人都这样子 我是特别有兴趣 那是我个人的啊 可是我也不会觉得说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 可是这个纽约克啊 他就特别讲 这群人啊 因此他们的投票 很容易受谣言的 呃 辜获 实际上我自己在看很多 呃 各种这样 大家不同的立场啊 很多人 每天觉得 呃 这些 他就对那些 呃 另外一方的啊 大力的吹捧啊 说他们都是 公正合理啊 什么的 对我来讲 呃 大概有一些是对的 可是大部分都不是 人家讲的那样子啊 因为这个讲起来 啊 他的评论最最公正 最怎么样子的 因为基本上 川普本身就是很坏的事犯嘛 你再怎么样子 这个擦烟死粉啊 也没办法抹掉他这些 确实的做出来的事实啊 不过呢 这个就跟西拉雷那时候 讲这些川普支持者都 Deproble Deproble也是一种低沉啊 就是没有知识啊 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媒体上 这个是有点那样子啊 就像我平常不看 我就是偶尔的看看 浮世电台 那因此啊 我就就取向啊 觉得这个哈里斯 多么差多么差 就不偷差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这个媒体时代 这个人人一票平等的 就是这么样子啊 所以他只是分析这个 你仔细看看这样 那对于那些low information 他们没有兴趣的 他们真的是就这样子嘛 这个就是自己的意识形态 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那你提供再多的信息 他们也许也不改 他们的投票习惯啊 好 欧洲有一个斯凯维亚的航空公司啊 他以前跟上海有直航 他最近呢取消了 实际上这个原因啊 主要就是乌俄战争 俄国不准这些欧洲 西欧啊 你们制裁我 你们就不准经过我的领空 从欧洲那边 经过俄国领空会 节省很多时间嘛 所以他不准这些人飞 中国大陆的航空车可以飞 所以呢 他们的经济成本啊 抵不过大陆的公司啊 所以现在听说只有一家 还得继续飞啊 以色列对黎巴顿的这个 清剿啊 继续啊 黎巴顿的真主张也很顽强啊 发射了七八十枚火箭弹 那主要一个消息是 有些联合国在那边的援助中心啊 被以色列攻击啊 以色列攻击真的是 不管任何后果啊 他们觉得你 你这边有 珍珠党的 有 有哈马斯 他们就打 你看他 到处打啊 叙利亚 黎巴顿 那联合国在那边 注点啊 他也 听说 也打 听说有三个医疗人约上升 那另外还一个诚信啊 联合国的威嚇部队 那时候就有点说 说他们不让什么的 我本来以为是中国部队嘛 结果那边还有爱尔兰部队啊 爱尔兰的军队 联合国威嚇部队啊 不推让 这个我们也不必说 中国还 还担任的很 很重要的角色 最后讲一个啊 这个美国大学也很坏啊 他们对这个夫妻离异啊 各种怎样 他们就有意无意的啊 对他们的子女的学费 就会多收一点 结果被 被发觉到 有四十个大学 有这样子的情形 他们就做一个集体诉讼啊 说你们不能 因为我爸妈妈 离婚啊 或分离了 那对我的学费呢 很多费 很多费用就 不照一般的学生的那种收费 听说这个 行来有志啊 很多长春城的啦 MYU啊 这个MIT啊 都在名列其中 康奈尔尔是最多 里面还有一个华裔的 好像他因此 加入这个诉讼啊 所以这些 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荷包啊 就跟我们有时候讲 那个银行的报账啊 信用卡啊 我以前啊 二三十年间 每天都就查核的 那时候经济比较窘困嘛 现在还算好 就不太看 然后有时候有一看 一下子看 哎呦 怎么有个花费 从来不知道 上去收了半年一年啊 你就 每个月才十几块 你也没什么 就 就被他们给收掉了 他们这种公司 用这种方法啊 就跟这个 离婚的父母 他的小孩 怎么会学费比 一般人要高一点啊 这点实在不合理 好 就这样子 再聊了 拜拜 拜拜